一个乡下姑娘 带上了曾经知名的老魔术师 她想要时髦的大衣 给 她想要好看的高跟鞋 给 她想要 都给 这段描述似乎很容易 能能想歪 可身为法国最顶级的动画魔术师 绝不会那么简单 但确实就是讲述了一个乡下姑娘 带上了老魔术师的故事 那是1959年 魔术师塔迪谢夫 在皇家路克索剧院表演他的魔术 塔迪的表演从容而有趣 人生巅峰就在此时 迎娶白富美 只日可待 但是一转眼 她就为了窘迫生活 而辗转巴黎的各个音乐厅去表演 也有去小酒馆俱乐部里表演她的魔术 人生就是这样大起大落 一天 她的魔术师剧常立 表演完魔术后 一直跟随她表演的兔子 从帽子里跑出来 还会咬人 搞得大家都不敢抓她 这兔子差点把现场给捞乱了 工作结束 塔迪回到她那狭小的 只能农下自己的房间里 这次骚乱 塔迪失去了工作 于是 她去了一家百货大楼剧院 她把自己的海报给剧院的负责任 负责任就把她贴在楼下的窗口里 然后到了晚上 实行并未如往常般顺利 排在塔迪的前一个表演是摇滚月 摇滚月表演的时候 台下坐入虚析 女孩们为歌手而疯狂 欢呼声不断 导致明明只有一场的表演 一直延续到深夜 在一旁的塔迪 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 终于轮到她上台时 台下只剩下一对孙女 即便冷静 但塔迪却有职业素养 能去全新表演直到结束 她要去进行另一个晚会表演 可还是没有人观看她的表演 塔迪只能难受地草草收场 虽然依旧能够拿到报酬 但塔迪身为艺人 却着实有些失落 后来塔迪又受到了邀请 这次是一个英格兰的 一个偏远村庄里的小酒馆 塔迪长途跋涉 辗转了很多交通工具才抵达 在小村庄里 她有了观众 酒馆里的侍女艾丽丝 很喜欢塔迪 内问她会真正的魔法 殷勤地帮塔迪洗衣服 塔迪发现爱丽丝 唯一的一双鞋子破了 于是用壮大的工资 为她买了双红色皮鞋 然后通过魔术将它变得出来 结果就是这个举动 全让天真的爱丽丝认为 塔迪可以变出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她换上了小红鞋 然后将自己的旧鞋 弄到了火炉里 之后塔迪表演结束 要离开小酒馆了 乘上了去爱丁堡的船 谁知爱丽丝偷偷上船后 与塔迪打招呼 但是上船她没有买票 在检票的时候 爱丽丝直接用手指向了塔迪 她相信塔迪可以随手变出船票 塔迪在短暂的错误后 真的变出了一张船票 于是塔迪便开始带着爱丽丝生活 二人在一家小桥旅馆住下 塔迪被推荐到了皇家音乐厅表演魔术 而从小而住在乡下的爱丽丝 被这大城市的繁华所吸引 走在街上 她觉得自己穿得不够好 而觉得丢人 路人同时来的一样眼光 让她很是不舒服 她发现自己格格不入 于是在晚上 塔迪回来后 爱丽丝跟塔迪说 自己想要一件大衣 于是塔迪就用自己赚了所有微博收入 帮她买了一件时髦的大衣 只是给予的方式 能救 使用魔术的形式 之后爱丽丝还看中了一双高跟鞋 还想进高级餐厅吃饭 塔迪没有前进高级餐厅 但是她去修车厂打工 为爱丽丝买下那双昂贵的高跟鞋 所以爱丽丝提前找到塔迪买的高跟鞋 开心地穿到街上去炫耀 第一次穿高跟鞋的爱丽丝还跌跌撞撞 塔迪在皇家音乐厅表演结束 回上她的准备室 看到第一双被爱丽丝遗弃的红色皮鞋 瞬间神心疲惫起来 这一夜 爱丽丝看了看自己床边的时髦大衣 亮丽的高跟鞋 她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但是塔迪却要深夜偷偷地去修车厂工作 她不知道下一个要求是什么 她还不想打破少女对魔法的幻想 今天修车厂拿了个大惊涯的顾客 她把一样车停在那让塔迪洗 就离开了 连麦的塔迪并不懂得如何洗车 那些洗车工具她也琢磨不透 反而把车给洗脏了 幸好这一夜下了大雨 于是聪明的塔迪把车开到雨中 让雨水尽情地冲刷她 塔迪就在车里裂到睡着 那第二天 塔迪不懂如何把车给开回厂地 结果因此被老板给打马特马 老板还把她给辞退了 塔迪离开后去了一家小店 想买点香肠给自己的兔子吃 结果发现她把钱都拉在修车厂的工作服了 所以只用了仅剩的硬币买了几粒小香肠 而那个大惊涯去修车厂取车的时候 反而很满意地给了新的洗车员一大笔小费 显然那笔小费本该归塔迪的 而修车厂的老板也把塔迪工作服力的钱斩为极右了 塔迪疲惫地回到家时 爱丽丝整了煮早餐 爱丽丝神秘地说煮了她的兔子 这个把塔迪给吓坏了 以为爱丽丝把自己的兔子给炖了 但她依旧表现得面不改色 然后独自偷偷寻找自己的兔子 当自己的兔子叼在小箱上出现在沙发边时 塔迪松了一口气 擦了擦并没有出汗的额头 之后爱丽丝成了一碗给隔壁的富裕表演者 因为富裕表演者总是很乐情地为爱丽丝表演 接着爱丽丝又给楼上的一位小丑表演者送了一碗 爱丽丝不知道的是 小丑表演者因为失业生活落魄不堪 经常最早在街头 今天她正打算用一根神字来结束自己破败的人生 然而爱丽丝一碗汤暂时打消了她的死亡念头 她突然又有对生命的期望 就这样又过去了好久好久 爱丽丝和塔迪在此出门时 爱丽丝已经全身都蜕变为城市女孩的装束 她穿上了华丽的蓝色连衣裙 原先散落的短发也被高高的肃起 现在她穿高跟鞋已经没有之前的跌跌撞撞 她的走路姿势变得优雅而高贵 爱丽丝得意地走在街上 撅动她的身体 她已经变成了其他刚路城市女孩的羡慕对象 然而塔迪的魔术表演在皇家音乐厅一直不受欢迎 现在她又终于被辞退了 塔迪回到小旅馆 在门口的橱窗里 她看见了邻居父与表演者的表演工具 已经被后者给卖了 塔迪知道去找其他的工作 结果在给别人画海报的时候 被老板看中 让老板让她穿成粉色的滑稽西装 然后站在橱窗里给大家表演魔术 她被要求表演的就是 不断变出女人用的物品 博去大家一笑 爱丽丝逛街时也看见了塔迪的表演 爱丽丝直接在她表演的时候找她索要 在她的世界观 魔术师就是神 这些变出来的东西都是她的 但这里的塔迪并没有理会 她在工作 她有点累了 等塔迪工作完 爱丽丝又去找她 塔迪无奈地给了她一个硬币 就离开了 爱丽丝拿着这个硬币 去高级百货商店里逛 在商店里 她偶遇了她心仪的男人 这个男人 是爱丽丝在旅馆房间的时候 透过窗户就可以看见的 是对面楼里住着的男人 在旅馆时 两个人就眉目传情 爱丽丝与这男人一起逛 爱丽丝看中了一条项链 天真的她 以为一个硬币就会得到 她因为是塔迪的魔法失效了 那个一直被曼森的魔法世界 看来已经迎来了破碎的那一天 塔迪现在 又要去个小酒馆表演 穿上那套 她十分拒绝的粉色西装 在这个小酒馆里 她遇见了之前 叫她去英格兰小村庄的船服 于是 两个人去喝酒 塔迪第一次喝成这样 她醉了没办法 站着走路 滴滴壮壮地回到小旅馆 躺上那个熟悉的沙发 塔迪去看了一眼 在床上早已熟睡的爱丽丝 她有些气愤地关了门 第二天一早上 爱丽丝就穿着漂亮亮的 去跟那个男人约会了 那个男人带着她 去了男爵餐馆吃饭 塔迪出门后 在街上 看见了正在约会的爱丽丝 她有些惊慌地藏了起来 结果 滴滴壮壮地不小心 走进了一家电影院 电影院里正在播放 《我的舅舅》 塔迪沉默地走在街上 在街角碰见了 已经变成流浪汉的 富裕表演者沉睡在那 塔迪往她面前的小盆里 扔了一个硬币 脑袋了她的兔子 追到一个开满野花的小山坡 在那 她与自己的小兔子告别了 随后 塔迪坐上了去往远方的列车 她的怀里 始终有一张 她女儿的照片 约会了一天的爱丽丝 回到了旅馆 她看见桌上 有一束美丽的野花 还有一封信 心里有一叠钱 还有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上简短地写着 世界上 没有魔术师 看关系后的爱丽丝 随后 带上了行李 跟那个男人 离开了 这部影片最离开的地方 就是从头到尾 带你体验着老魔术师 和爱丽丝流量爱丁宝的 整个过程 那观众体验到了 所谓的底层生活 也是伴随着爱的感动 也许你在过程中 借鉴地讨厌起了爱丽丝 甚至到最后厌恶 但是影片中所体现出来 那份爱的感动 却不会发生变化 老魔术师对爱丽丝 从来没有肥分知向 没有那种邪恶念头 她全程对爱丽丝的照顾 就像最后故事结尾 那张珍藏的女儿照片一样 其实在最后离开的列车上 老魔术师又遇到了一个 丢了铅笔的小女孩 老魔术师捡到那根 快写完的铅笔 本想再变个魔术 但这一次 她却没有把自己手上 那根长铅笔扁出来 全面所谓爱的感动 都源于最后结尾那张 女儿的照片 那是老魔术师 没能对自己女儿完成的爱 大家都知道 魔术师变的魔术是假的 但老魔术师给爱丽丝变的魔术 却是真的 因为那就是爱 也许你很讨厌爱丽丝 但从小在乡下的爱丽丝 进到城里 纯普退去 就反过孩子从无意识 慢慢地进入到了 有思想的地步 正需要引导的时候 其实 老魔术师的爱 并不是最正确的爱 所以才在结尾 有了那段放弃 给小女孩变成魔术的桥段 两个剧情形成对比 这就好比仙奴金 那些宠年孩子的家长一样 如果你不好好教育 说句可能不好听的话 人人都有可能变成爱丽丝这样 只懂索取了人 你说她错 她是有错 但是她却只找老魔术师所要 这就是所谓的过度溺爱 也许一件衣服 一双鞋子 对于你来说可能不值一提 但是站在老魔术师的角度 去感同身受 才能知道她身上的压力 也许爱丽丝没有把老魔术师当父亲 可老魔术师却从始至终 都将爱丽丝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爱丽丝从土里吐气到时髦 老魔术师也曾讲过 魔术是假的 但爱丽丝却还是不懂 她是真的不懂 还是不愿意去懂 谁知道呢 哦对了 新闻类之躯野外的兔子 可以好好减肥一下 老魔术师的一生 很像我们很多人的父母一样 工作没有起色 生活压力巨大 但是即便如此 却能救还需要努力 老魔术师只感觉到了疲惫 却也没有想要抱怨 因为这个行为真的没有太大意义 这部动画还被提名为 奥斯卡最佳长篇动画 万能评分搞到8.7 全片没有太多的对白 你只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躺在床上慢慢体会 最受有女儿的人 可以更有感受 但我认为在外漂泊的人 同样也会有很强的共鸣 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原片 可能会相信你家里的那个老父亲 我是少年 有名人又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等会订阅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